小副总结 哈喽大家好 我是William 我是八月旅行日志 旅行视频的主人公之一 其实呢 那趟旅程 据现在为止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 我们趁着暑假这段时间 出去玩的一个旅行记录 虽然呢 那时我的拍摄技术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也很开心 我能把它记录下来 并分享给大家 首先啊 我要感谢 观看我这个旅行视频的小伙伴们 尤其是从第一集 一直观看到这一集 第十四集的小伙伴们 就是你们的支持 还有你们的点赞啊 你们的评论呢 才给了我继续拍视频的一个动力 下面呢 我要总结一下这个旅程 我们是从加拿大多伦多出发 一路向南开 开到了美国的最南端 佛罗里达州的Key West 之后我们又去了古巴的哈瓦那 最后我们再一路向北开 开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一次旅程呢 一共是15天 第一天晚上 我们从加拿大的多伦多 开到了美国宾州的伊利 在那里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我们又穿越了West Virginia 我们穿越了 蜿蜒曲折的山间的高速公路 第二天晚上 我们到达了北卡州的夏洛特 结果饭店都关门了 只好在酒店里吃了外卖 第三天我们又穿越了南卡州 和乔治亚州 在乔治亚吃到了很难吃的桃子冰淇淋 最后终于开进了佛罗里达州 参观了很有趣的一个小镇 那小镇的名字是圣奥伍斯丁 第四天我们参观了环球泳城 神秘的哈里波特主题乐园 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园区小哥 给我们介绍那个激流永进 虽然它描述的很生动 但是其实那个大部分的设施啊 对于我来说 倒不一定是我朋友 对于我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无聊的 第五天呢 我们去了水上乐园 玩了透明的水中滑梯 随后呢 我们出发前往了迈阿密 第六天我们在迈阿密乘坐飞机 前往了古巴的哈瓦那 吃到了特别好吃的西班牙海鲜堡 也吃到了假中餐 遇到了特别可爱的低视小哥 尤其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友善的古巴大爷 给我们讲了一些 我们根本听不懂的一些古巴话 不是古巴话 西班牙语 我们根本就听不懂 之后他还没完没了的自己在那讲 很有意思 第七天呢 我们参观了哈瓦那的一些著名景点 我们也第一次品尝了雪茄 我们之后又被黑心商贩骗了 买了一大堆假的雪茄 我们之后又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 品尝到了他很喜欢喝的鸡尾酒 我们晚上呢 又在阁楼上看着夜景 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西餐 第八天呢 我们去了当地人常去的早餐店 吃了早餐 之后我们又去买了很多真的雪茄 因为前一天买了很多假的嘛 之后我又去体验了古巴的理发 他们用剪子给我 用家里用的剪子给我剪了头 用厨房用的洗洁精给我洗了头 之后又用厨房擦桌子 那个抹布给我擦了头 但是正常的话 古巴人是不会用剪子来剪头的 他们也应该是不会之后洗头的 他们一般都外国人都用那个推子嘛 第九天呢 我们在海边吃了午餐 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 会说中文的一个古巴人 但是他现居也是在 他在中国居住 他只是回到古巴去买雪茄 然后我们遇到了他 他给我们讲了一下 他的生活经历啊什么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古巴小课 之后我们道别了民宿的小狗和我们的 民宿的女主人和他家那个小朋友 晚上我们回到了迈阿密 第十天呢 我们开车到了Key West Key West是美国最南端 它是 Key West是很多美国南端的小岛之 其中最南端的那一个岛 美国这些南端的小岛呢 是被一个一号公路所连接着 我们在Key West参观了海明威的故居 第十一天呢 我们吃了Shake Shack 我们游了迈阿密的海滩 我们又游览了迈阿密的艺术街区 第十二天呢 我们开始向南开 开到了Fort Myers的海滩 游了泳 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老大爷 在停车场看车的一个老大爷 之后他有很多屏幕 边看着电影啊 边看车 还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有趣的人生经历 第十三天呢 我们开始回城 在回城的路上呢 我们品尝了世界第一家肯德基的炸鸡 就是肯德基那个老爷爷开的第一家肯德基 第十五天的晚上呢 我们终于回到了滑铁卢 滑铁卢就是我平常生活啊 上学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在滑铁卢大学读书嘛 我们终于回到了滑铁卢 我们搬了家 之后最后晚上我们又回到了多伦多 由于我这个人呢 不太会表达 之后可能说说出来的话吧 也很平淡 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辞早 辞 辞 辞早是吧 辞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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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早 所以呢 康雨昕替我写了一段话 也是表达我内心的情感 也是表达他内心的情感 我现在没办法只能读给大家 很多人问我 road trip的意义是什么 我曾经一定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毕竟当初我只是一时脑热凑了一群小伙伴就草率的踏上了旅途 看VLOG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很想念那当初在路上的日子 倒不是说road trip有多么困难 但是你一路的那些人那些景色是会变化的 那样的旅程是独一份的 对于去过的景点呢 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楚 我记得还挺清楚 但大家路上起过的争执 开过的玩笑 受骗的经历 还有那些和我们搭讪的人们 倒是记得很明白 这可能就是road trip的意义吧 嗯 不太对 读错了 这可能就是road trip的意义 我们会遇见更多不一样的人 遇到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才是旅行快乐的所在 十四级的旅行日志要画上句号了 六千五百公里跨越三个国家十二个州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完成了一次独一无二的旅行 节旅行VLOG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仿佛又回走一遍的次旅行 尤其是现在因为疫情一直宅在家里的日子 因为VLOG增添了不少乐趣 如果我的VLOG也给你无聊在家的日子带来了快乐 希望你给我点赞留言 我的视频还在继续 我的视频拍摄还在继续 目前正在策划下一次拍摄的主题 我们将会在多伦多选一些不同职业的人 给他们跟拍他们的一天之后对他们进行一个采访 来记录一下多伦多不同职业的人对生活的见解 还有他们每天是怎么样生活的 如果你身边有很多有趣的朋友们 或者是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很有趣的人呢 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的话 或者是你想推荐你朋友成为我们拍摄对象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最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每天都快乐地度过 尤其是像我一样身处异国他乡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注意身体 希望你能顺利地度过这次疫情 谢谢 拜拜